4月11号是张维女儿想四月的生日 11号零点刚过 张维在微博中发文 人间最美四月天祝福女儿生日快乐 张维在文中回忆自己13岁时收到的哥哥的生日礼物 并称 今天很想给四月写首诗 还好我不是那款人 那就陪她睡个觉吧 再陪她吃个饭吧 再和她短暂告别回到片场继续工作吧 至少做到了今年生日不缺席了 再次送上神奇的四个字 生日快乐哟 愿你的人生就像这四个字一样 永恒 经典 谁提谁高兴 如此俏皮的生日祝福 受到网友的一致好评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祝福小岁月生日快乐 今天来呀 赵维事业可谓是相当成功 转行做导演 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 2008年 黄有龙与赵维相爱 并于同年注册结婚 多次恩爱同游世界各地 2010年的4月11号 又泼妇产下女儿 事业家庭双双得益 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